今天凌晨兩點二十一分 花蓮近海發生規模六點一地震 最大震度四級 震央是位於花蓮縣近海 地震深度二十四點九公里 來聽氣象署的說明 吳建復表示 初步研判兩起地震 仍然是四零三花蓮地震 餘震序列 以九二一地震的經驗來看 餘震至少還要三到六個月 才會趨緩 氣象署稍早 是接連針對規模六點一 還有規模五點八的地震 分別是像十三個縣市 包括了宜蘭和花蓮 發布國家級警報 四零三地震截至目前 已經有一千三百起余震 其中規模六到七有五起 五到六有六十二起 而花蓮的強震 導致上百棟建物 被貼上黃丹和紅丹 目前青島的富凱大飯店 拆除作業是繼續進行 而藍天歷史飯店 經過評估也列入紅丹 排定是在統帥大樓之後來開拆 而為了要協助災後重建 內政部是規劃進駐花蓮 成立圍繞重建輔導團 及重建辦公室 長壁大綱牙持續拆除作業 嚴重青島的花蓮富凱大飯店 預計在兩周內能拆完 等另一組施工機具抵達組裝 二十七號就有望開拆 也被震歪的統帥大樓 而藍天歷史飯店 因為底下建物毀損嚴重 梁柱支撐力受到影響 恐會危及周邊安全 縣府已列紅丹排拆 附近也開始封閉部分車道 目前正在拆藍天歷史的整修圍籬 相關號制之後將填土兩層樓高 就能開拆 目前花蓮已有上百棟建物被貼 黃丹紅丹 為了協助災後重建 行政院已請內政部規劃 進駐花蓮成立為老重建 輔導團及重建辦公室 國土署已先派人前往協助了解 不過有民進黨立委批評 國民黨立委復婚旗 用重建條例卡住中央資源 導致預算無法發給災民 行政院長陳建仁直言 中央已盤點超過兩百億元 預算協助災區重建 截至二十六號下午四點零四零三 花蓮震災募款專案 以募得約十四億元 將擴大受災者家屬生活補助 增加重倉者家屬或同住者 也能獲得十五萬元 或十六點二萬元的生活補助 記者溫家凱 歐運榮 謝祈文 綜合報導